嗨,大家好,我是容儿 今天咱们用五花肉来做一道好吃的 肥而不腻,软弱纯香 配米饭再合适不过了 先准备一大块五花肉 切洗干净后切成四大块 然后放入锅中烧掉猪皮上的毛 锅里不用放油,直接开火加热就行 锅烧热后把猪皮面朝下来回的蹭 直到猪皮变得有点焦焦的后,关火取出来 接着再用刀在猪皮上刮一刮 这样猪毛就都处理干净了 接着把五花肉放入锅中 加水、通洁、姜片、料酒 大火煮开后用勺子撇去浮沫 接着继续煮10分钟 捞出的沥干水分后装入碗里面来 然后倒上一大勺老抽后抹匀 每一面都要均匀的涂抹上色 抹好后开始扎孔 牙签或者是针都可以的 直接在肉皮上扎上密密麻麻的小孔 炸好后把五花肉的每一面再次抹上脑抽 然后肉皮朝下泡10分钟 10分钟后把肉取出来 翻到晾架上肉皮朝上摆饭晾干 让脑抽完全被吸收进去 晾干脑抽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一把梅干菜 加冷水泡一会儿 喜欢吃软烂一点的可以提前泡发 肉皮晾干以后起锅热油 油能盖过皮就好 接着把肉夹进来 肉皮朝下 小火炸 放下去后盖上锅盖 用小火3分钟就炸好了 肉皮炸的焦焦的就可以了 取出来后翻到第一次煮过肉的汤里面再泡上一个小时 这时候梅干菜也泡好了 挤干水分后备用 接着用炸过肉皮的油 爆香葱姜蒜八角 接着把梅干菜加进来一起翻炒 炒匀后加一勺盐 半勺白糖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半碗肉汤 然后盖上盖子焖5分钟 锅里的汤汁快收干了就盛出了 我们另外再准备一个碗 加一勺白糖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两勺料酒 一勺胡椒粉 混合均匀后先放一盘备用 五花肉泡到猪皮有点苦皮的效果后就不用泡了 去猪腩肉皮朝上切片 切好后先转入大碗里面来 再把刚刚调好的酱汁倒进来 搅拌均匀后腌制10分钟上色入味 腌好后放入准备蒸肉的碗里 肉皮朝下依次摆放 摆好后用手掌压平整一些 然后铺上炒熟的梅干菜 压紧实后就可以上锅蒸了 锅里的水多倒一些 大火上气口转中小火蒸2个小时 时间到了就可以出锅了 取一个盘子扣在碗上 迅速倒扣 焚热撒点小葱花 再焚焚的梅菜扣肉就做好了 成品油光发亮 香味扑鼻 好吃不油腻 一口一口特别的过瘾 面课的时候带课也非常有面子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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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